要不就不要做 一做你一定要做 尽力能力是做到最好的 勤力呢 这个基本是需要的 把握机会呢 这个也很重要 做王者2.0 第二代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是很贴切的 因为自己一向皮肤敏感 对美容业很有兴趣 化妆品很有兴趣 韩流就因为两三年前 K-POP很流行 所以就有一个机会 让我们去做韩国东西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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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1983年创业 我开户口那天是3月3日 恒生好像还好像 紧约记得好像还送了一个池钢给我 这个恒生的红补仔 应该是刚刚恒生银行 50周年的纪念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 送了一个礼物给你 好 其实熊先生 到了电子贸易几十年了 不过突然间 女儿就对美容零售生意 很有兴趣 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新尝试 不过我们银行 在零售业务方面 很有经验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 拉起了Kart Merchant的同事 看看如何配合 帮到他们的手 电子行业我们固然熟 韩流化妆我们都可以做的 Kart机我们前线的时候 在接收方面就不太好 我们的客户在手机上已经说收到 但是我们的Kart机就看不到 我们都很担心 我们就召叫David David他会帮忙 彭生在看完整件事情之后 差不多接近30台机 我全部换了 我就觉得好像选择自己肤色的粉底一样 一塗上去就 哇 很贴心肌膚的 很贴心 对不起反应不到 我做到粉底? 那也挺合理的 想不到自己还做粉底